2014年日本学者曾田宽曾经提出地方消灭论 他就指出少子化以及高龄化的人口结构问题会造成城乡失衡 部分乡村里可能因此消失 对照台湾同样面临相同问题 全台湾人口最少的里是在新北市的平溪区旺谷里 全里只有154个人已经连续5年都没有新生而诞生了 这个地方就被称作是五子村 行政院因此订定今年为地方创生元年 期盼以此均衡沉乡发展来替失落的乡村召回人气 清晨时分铁轨上的火车缓缓前进 唤醒整座平溪山城 开启的车门迎来的不是旅人 而是全里唯一的三份报纸 个别户都没有 都是老人家看不懂字 对 他看不懂字 你报纸没有用 不适自的老人家成为旺谷里主要人口 全里只有154个人 是全国人口最少的里 而这三份报纸 还是区公所提供给领长的免费报 每天都由清晨班次的火车送到月台上 PC来讲它忽略很大 你整个要送到那个真的都不够有钱 福业很大 你整个绕山路一直绕一直绕 没有人愿意送这份报纸 南班 拜拜 拜拜 每天早上里长的例行公事是送信 骑着摩托车在山里绕来绕去 邮差找不到的门牌号码 就交给他来帮忙 电话会担 这帮我睡 84岁的湖州满阿嬷 不但身体硬朗 还能自己重损 再搭火车到街上去卖 其实他儿女成群 但是都到大城市工作 只有他一个人 独自守着老家 男后嘛 年轻人都外国上班 老后都到山里 加減运动 加減政策 这好少年对吗 不是 少年对啊 无论我比你比较多 我56岁了 还少年 拜托一些李明 把户口稍微 切一下 切一些进来 这一下不然真的 他们说了要灭村了 快要没人了 平溪旺谷里 65岁以上老人 占了三成 全里不过154个人 已经连续五年 没有新生和诞生 濒临灭村危机 小镇的现在 会不会是台湾的未来 地方创生计划 是机会 更是重生的希望